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更多的订单进来 有更高的销售额 那么今天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后面的三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二点 打品牌 关于打品牌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要明确一点 打品牌你实现的途径 也就是通过高的一个曝光率 或者说高的持续的一个曝光 来增加你自己品牌的一个知名度 那么涨混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去增加你的曝光度的一种平台 或者是一种 那么到底如何去打品牌 或者说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去打品牌 这个呢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啊 这个很难通过一两个视频 把它呢 去讲清楚 如果你有兴趣呢 可以去看一下关于品牌营销 这一块的内容 那后面如果有机会呢 我也可以把一些我自己搜集的 关于品牌营销的一些 这个PDF的文档上传到 这个研习社的这个订阅空间里边 那么你订阅这个研习社的邮件呢 可以去下载相关的内容 那么具体谈到关于 通过展会去打品牌呢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啊 有三点 这是根据我自己经验来看的 有三点的 大家可以呢 去思考一下 那么第一点呢 是只要你谈到打品牌啊 你一定要明确 它是一个三到五年的一个 中长期的一种开发计划 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指望 我通过一次展会 哪怕这个展会很著名 规模很大 但你也不要寄希望 于通过一次展会 把自己的曝光度打的有多么高 或者建立一个品牌 对吧 树立品牌 我想这个是需要有时间 时间的一个积累的 需要有一个周期的 你这个如果有商业长的时候 对这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啊 你看国内的一些品牌啊 不管是好品牌也好 烂品牌也好 它为什么要通过这种 媒体不断的去曝光自己 啊 目的呢 就是能够这个 增加它的一个知名度 也就是说时间这一块 我们一定要把它把 一定要把它把控好 那么从一个长期的这种 开发计划来看呢 这里呢 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个呢 是我在之前啊 讲外贸整合营销的时候 提到过这么一个概念 啊 影响力方程式 其中呢 很重要一点 就是一个持续性 也就是说你要持续的去曝光 这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 你很难通过一次展会 啊 获得一个什么有效的一个品牌 那你必须通过持续的一个曝光 那么第二点呢 是 打品牌呢 你要选择一个 比较合适的市场 那不是说所有的这样的展会 都适合你去这个 打自己的品牌 比如说展会的规模啊 展会举办的地点呢 展会的专业程度啊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你要综合的去 综合的去考量吧 那么这里呢 我 自己操作经验来说呢 如果说我们要去 去增加自己 自己公司一个知名度和品牌的话 那我们首选的是这个 欧美的市场 那为什么首选是欧美市场 因为一般来说 欧美的这个 它的展会的这个 质量比较高 那知名度比较高 来的这种客户啊 包括这种参展商啊 质量也不错 所以呢 是一个比较适合 打品牌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另外呢 这个 因为我们参展吧 那么能够跟买家 实在在地进行接触 那么这通常比这个网络啊 你会更真实 更可靠 也很容易获得 这个客户的信任 那么针对这个 欧美客户呢 如果你有经验 你肯定知道 特别是欧洲的一些 这种大的正规的 这种采购商啊 它采购流程 一般是比较规范的 那么它对供应商的评估的 这种条件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呢 也比较苛刻 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接触过 一些欧洲这种客人 那么在展会上面啊 接触过好多次 大概接触得有两三次吧 聊的呢 都不错 它对我们的产品啊 包括价格啊 都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很奇怪 它一直呢 没有给我们下 后来啊 这个 后来再遇到的时候 我们就问它说 哎 为什么这个 我们聊的很不错 一直就没有 没有给我们下订单呢 那么客人呢 他也很坦率啊 他们他直接就说了 说他们公司呢 有这个硬性的规定 也就是说 必须在这个展会上面 连续三年 还是四年我也忘了 就是反正必须要连续几年 看到我们公司 在这里参加展览 它才有可能给我们下订单 这是一个硬性规定啊 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 就是说是 你必须打的这个 如果说你说 哎 你今年来了 明年没来 那么对他来说 你就不合格 那么你后年再来的时候呢 那他可能就要从第一年 重新算起 相当于你是又是第一年来参展 你要连续参加 三年四年这样展会 那么他才有可能给你下订单 所以说呢 你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开发计划来说呢 选择这个合适的市场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推荐大家呢 你如果打知名度啊 尽量能够选择欧美这样的这种展会 去这个做这个中长期的开发计划 那么说到这一点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个啊 第三个呢 是市场调研很重要 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啊 很多你比如说这种国企啊 甚至有的这种出国企业 像原来的央企啊 那都是不缺钱的是吧 不差钱的 但是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呢 时间和商机就很重要 也就是说 对于他们来说呢 你花一笔钱到某一个掌握上面去 资金的投入 他不是考虑的一个重点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如果说你选方向 选的有问题 而且是你持续三到五年 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 拘禁一开 那么这个后期的这个损失啊 或者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 因为你这个浪费钱 我们就不说 你关键是时间和商机 可能就错过掉 而且现在这个国际贸易的环境 也不是很稳定 商机有时候吧 你可能就稍重济世 那你弄错了 可能等你再缓过进来 你再去开发的时候 那这一算也可能好多年过去了 你这个市场可能也就丢掉了 所以说呢 你打品牌的话 如果说你参加产货 有这个打品牌的 这么一个目标在里面呢 那一定要去前进 做一个比较细致的 这样一个市场的调研 看看你这个产品啊 在这个相关这个市场上面 它到底有没有前景 客人对这个产品有没有信 你这个时间花下去以后 后期的收益 能不能达到你这个最初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以上三点呢 就是关于打品牌的 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做一个 三到五年的中长期的开发计划 来进行一个实施和执行 那么第二点啊 第二点我们说呢 你如果说是打品牌呢 那就一定要重视这个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呢 我在之前呢 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视频呢 把它进行一个着重啊 突出 现在这个互联网呢 这个发展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那么我们和这个客人去联系 这个渠道 比以前应该说 多出了很多这样的工具啊 花样啊 以前我们可能除了这个邮件 那主要就是邮件吧 那你大不了可能加一个这个电话 那么现在的话 你像这个SNS媒体 应该说这个发展速度越来越 很多这个外贸企业 包括一些外贸业委员 他都把这个各种SNS的这种媒体啊 做个很好的跟客人去沟通的一个工具 你比如说这个Facebook啊 LinkedIn啊 Twitter 那这些工具啊 现在应用的这个面都非常广 所以说 如果你把展会作为一个 呃 树立品牌 这么一个渠道 那你一定要想办法去结合 刚才说的 这各种各样的媒体 去跟客户呢 去做一个综合的立体 这么一个接触和沟通 当然这个接触过程呢 和你平时啊 去做业务 可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就是我们平时跟客户沟通 可能是以订单为导向的 那很多时候 你可能跟客户去推荐产品啊 那么去这个寻求客户一种意向啊 看看有没有这个短期内 合作用的可能啊 这种平时跟客户沟通的一个重点 那么如果你是打品牌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主要目标的话呢 那么更多的你可能追求的 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曝光率 啊 你追求的是这一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